我们看第9题 求11的3次方 11的4次方 和11的5次方的最小公倍数 那么要找它的最小公倍数 就是要找它公倍数里面最小的 那11的3次方的倍数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它的倍数是a的话 那么代表这个a 除以11的3次方 会是一个整数 因为它可以整数 如果我们把它写成分数的话 就是这个a 除以11的3次方 也就是11的3次方分之a 它会是一个整数 一样的道理 11的4次方 也意味着 这个a除以11的4次方 也能够整数 所以a才会是11的4次方的倍数 因此写成分数 我也知道 11的4次方分之a 它也是一个整数 11的5次方的倍数 一样代表11的5次方 可以把a整数 所以写成分数 也就是a 除以11的5次方 它会是一个整数 换句话说 这三个东西都必须要是一个整数 才能够代表a 是它的倍数 那如果它要是整数 那如果它要是整数的话 我们来看第一个 11的3次方分之a 如果要是整数的话 那代表这个a 至少含有11的3次方 才能够约分抵消掉 第二个呢 11的4次方分之a 如果要是整数呢 就代表它是 至少含有11的4次方 也就是四个11相乘 那11的5次方 如果它要是一个整数的话 就代表它含有11的5次方 也就是五个11相乘 它才有办法跟它约分约掉 换句话说 我们知道这个a 第一个呢 至少含有11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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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 第三个呢 要有五次方 所以至少含有11乘以11乘以11乘以5次 那你看啊 它最高的这一个啊 要至少含有五个11相乘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满足这一个 一定会满足另外两个 所以我就知道啊 它的最小公倍数啊 其实就是11的5次方 因为一旦它是五次方的时候 它也会是四次方的倍数 也会是三次方的倍数 所以咧 我们就知道 它的最小公倍数 是11的5次方 那你讲很奇怪啊 它这里不是讲最小公倍数吗 那为什么不是次方数最低的 这个三次方呢 很简单啊 因为如果它的次方数是三次方的时候 它并不是这个四次方跟五次方的倍数啊 所以它没有办法让它变成整数 因为如果它只有11的三次方在这里的话 它不够约掉底下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至少要五次方 才有办法同时是它们三个人的倍数 所以咧 这一题啊 它的最小公倍数 就是11的5次方 那从这一道题目里面 我们学到 这个最小公倍数 事实上是两个观念 哪两个观念呢 第一个 它必须要先是这三个数的公倍数 接着再从这个公倍数里面 挑出最小的 所以你要先确定它是公倍数 那确定它是公倍数这件事情 三次方 四次方 五次方 如果要是它的倍数的话 一定至少要五次方 才有办法成为它的倍数 所以咧 它这个公倍数啊 就至少要11的5次方 因此 它最小的这一个呢 就是11的5次方